好各位学员大家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管理部分的第十四节 安全管理我们统一来做一个考点的串联 在安全管理这一部分 它实际上考案例题的概率要比上一个质量管理还要更高一些 因为咱们现在出现一些安全事故 或者说考察接着前面第五节专项施工发案的东西是比较多的 像进到两专的范围基本上都是容易出现安全事故的这样的工程 那我们就要加强它的管控了 好在这一节里面我们按照教材来进行目次考点的划分 先做安全风险识别和预防措施的界定 再来做安全保证计划的编制和管理要点 这个是需要大家作为重点的 相当于把整个管理过程中的管理内容都给你拎出来了 跟安全相关的 所以这边出题的概率是比较高的 到安全检查这里面就是区分方法和内容就行了 这个一般靠选择 好那我们先来给大家把安全管理程序梳理一下 就是如果说碰到风险的话 你直接去做管控 那么它这个管控程度是达不到我们的要求的 所以需要把这个提升到危险性比较大的范畴来做一个进行 好我们现在就做一个比较完善的 那首先第一件事 你进到现场肯定是要先来识别一下 判断一下现场有什么什么危险源 所以先做危险源风险点的识别 再找到现场的不利因素 好我们针对危险源风险点出现的评次概率 不利因素的影响情况做综合的分析 那有了这个分析了 同时你的工程规模图纸上就能够体现出来 它需不需要去编专项方案做论证 所以来确定危大工程的范围 要不要编发 要不要论证 如果要的话 那我们就走到安全管控的核心程序里面去了 好 鉴于现场情况和工程规模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对这些风险情况出现的这个概率去做一个判定了 所以咱们结合前两个去做安全风险评估 有了风险评估 这工程它出现风险的一个情况或者级别就能界定了 我们会把它列安全风险等级 不同的级别管控措施处理手段是不一样的 好 有了前期风险的确定 那我们就得选择一些能够降低风险保证安全生产的方法呀 那方法是谁的核心来的 方案的核心 所以你先确定能够降低风险的工艺技术就是方法 有了方法 方案直接就出来了 对吧 这样就行了 好 那我们就编制了专项施工方案 有了专项施工方案之后 是不是进到微大的范围 我们需要做专家论证 对吧 那你先把方案做初步审查 报监理单位 报相应的这个施工企业 对吧 去做出审 好 出审之后 我们前面说了 由施工单位组织进行专家论证 论证之后 给了论证报告修改意见 按照修改意见 进行修改再反馈给专家 然后我们修改完了 如果是大幅修改 再重新走一遍论证程序 如果正常通过的话 那我们就需要做方案的最终审核 谁去审 企业级的技术负责人 总监理控制师 按师组的标准走 审核完成之后 想要落实 必须执行工钱的交底和相应的安全培训 做完这个才能开始干活 干活中我们强调什么 严格执行 严格执行 就一定要按照方案走 然后我们在后续的控制内容里面 就回到了刚才第二个好点 你把这个计划编好 这个安全控制要点你都干了啥 这就是我们跟着程序走的最后一个内容了 所以这是相对比较完整的 对于现场出现风险的话 我们该怎么去处理它 当然做控制的时候 要跟着过程做动态调控了 不同的情况处理措施也不一样 好 那接下来我们往后面来做一个学习 第一幕里面是做安全风险的识别 和预防措施的判定 那这个点我们前期都是纯概念性质的 它出选择的概率比较高 第一个我们做风险评估的前提 你不是先要找到危险原风险点吗 那我们先来识别一下 施工现场有哪些危险风险的情况 那这里面我们给的标题 是做职业伤害事故类别的判定 其实就是在找现场的风险点在哪 危险原在哪 标蓝色文字的是几乎每个工地都会出现的 你要把这个加强背起来 而其他的文字就是跟着特征走了 它有这个工作内容才会出现这样的风险 所以一定要重点把物体打击触电 火灾高处坠落机械伤害 坍塌中毒窒息 这几个你至少要全背起来 其他的跟工作去判定 好然后我们找到这个风险原了吗 对吧危险点了 然后紧跟着你怎么样去保证 我们不出现安全相关的问题呢 跟质量一样 让质量不出问题 你就让各个因素处于受控状态不就行了吗 所以在安全这里面也是各个影响因素处于受控状态 这里面我们用的是人物环管 人物环境管理权限 人指的是人的不安全行为 物是物的不安全状态 包括机械材料设备等等 而到了环境这里面 就看现场的自然环境 现场环境 到管理缺陷 这是从管理岗位上去做落实的 你哪活没干好 你哪个指挥指挥不到位 对吧 这就行了 所以这个可能是后面让我们做筛选的 比如说问你安全事故的原因 还有处理措施 我们就以因素控制事故去做 那另外安全生产六关 纯选择抵抗点 把六关直接记下来 要制定措施 做交底 做教育培训 过程中加强防护 跟着检查再改进 其实也是个动态 也是个过程 好 那么接下来 把刚才的这个因素控制 拿到风险识别中 你找出那些风险点 我怎么样让它得到控制呢 你不就是把这个因素 让它处于受控就行了吗 所以把刚才的影响因素 我们在这一拓展 就变成了对它的控制识别的方法 那在人的角度你找什么 跟人相关的 主要是人的不安全行为 那不是操作过程中体现了背景资料 除了这个之外 可能会在资格证书上 培训角度 管理程序角度在考你 就如果出问题 你看这个人有没有持人上岗 对他有没有做工钱交底和培训 那以及我们现场有没有设置必要的管理人员 好这是人的角度 物我们拆成了机械和材料 这两个套路一样 都要执行进场验收 材料要保证存放是合规合理 稳定安全的 机械是使用要按照操作规程 要做好保养维修 另外就是我们日常的一些管理了 好这是物 那到了环的话 拆出自然环境和现场环境 自然环境包括水文低脂的条件 还有外部的天气 现场环境主要看现场封闭管理 还有现场的安全防护设施 管的话找管理缺陷 可能是缺人 可能是没有在现场履职 或者是在这延伸出考你相应责任的问题 出现这个事故是谁的责任 这里面我们会区分 直接责任 领导责任 违章作业 违章指挥 像这种 你在实际操作中能够做判定就行了 直接责任就是直接就是你自己的原因造成的 比如说我们分包方不服从总包管理 那分包就是直接责任 那我们到这个领导责任 如果他没有做到的话 就是现场管理者没有履职 或者总包没有去监督分包 违规作业 这个就是跟着背景资料去刷 他哪个地方做的不对 不还是在找人的不安全行为吗 有不安全行为就是违规作业 而到了这个违章指挥这 领导层面 比如说我们有信号工 指挥起调 违章指挥 对吧 这样也可以 所以大家把这个因素 从刚才的因素控制一细化 我们做题的时候 这是一个小的分析思路 好 然后我们再来进到安全风险的识别和分析 那首先识别前有什么资料 这个暂停通读一遍就行了 不是什么重要的考点 过一下就行 到第二个风险识别的判定中 有分析方法和识别方法 纯选择题考点 就是列举类 我们说安全风险分析方法 包括下列哪些那种 把这个名字给你晃了进去 所以这个点就没有任何捷径了 依然暂停读两三遍 加深点印象 因为他考的概率比上一个高多了 好 那我们现在有分析 有识别的方法 你是不是应该给风险做个定级呀 这个定级 我们书上给你放的概念 用的是矩阵法去做的 那他这个矩阵的判定 主要是由发生概率和发生的损失 这两个去做判定 那我们先是说概率 第二个说造成的损失 由概率和损失 共同组成了风险的矩阵 再根据这个图表去定级就行了 所以你要先把概率的1234 损失的1234给它判定出来 我们先看概率 概率这个1234 是从非常可能发生 一直降低到不太可能发生 好 这是我们整体的级别 好 发生概率区间是从 非常可能发生0.01到1之间 然后依次加一个0往下过渡 你看越不可能发生 这个概率不就非常低了吗 小于0.001这样的概率 好 这是1234级别 我们再看 除了概率之外 看损失 损失的一级二级三级四级 一级发生的损失是非常大的 四级发生的损失就很小 就没啥大影响 那我们判定的标准就跟咱们管理中学的 事故定级的标准是非常像的 第一个看损失 第二个看影响 第三个看人员的伤亡情况 损失的话就是 一个亿 五千万 一千万 这个做判定标准 到了人员伤亡这 这不就是我们之前在管理中学过的 就是313151 对吧 这个判定数据 所以你千万能够把那个事物定级背起来 这块就没问题了 好 影响这个就从很大过渡到很小 这就行了 所以通过这两个表格 我们判断出来 概率等级 从1到4 4是不是最不可能发生的 对吧 所以这相当于我们理解为是最好的情况 而损失的话 它越数字级别高 损失越大呀 到4级是最不可能发生 或者损失最小的 又不太可能发生 又最小 这个就是 4级 4级的话 风险是4级 风险就很低 很低的话就没啥大问题 如果出现概率又高 损失又大 那这肯定是一级 对吧 所以你级别越高 管控的要求越高呀 这是矩阵的方式 定风险级别 好 在这个表里面 一级风险是双一 或者是一个一 一个二 然后打两道斜线 两道斜线 这是二级 再打两道 这是三级 最后双四是四级 这样我们就定好级了 然后在评价方法里面 和刚才的分析 那不是一样的吗 就是这个只能考选择题 这咱们就不再说了 重复性的东西 好 那你把它定好级之后 干什么呀 我定好级 我就是来找管控措施的 你级别越高 咱们就管得越严格 你级别越低 那就没啥大问题 我就可以忽略你 所以这个级别出来之后 它不同的风险描述 和接受程度就不一样了 那肯定风险越高 你越不能接受 对吧 一定要严格控制好 那一级的话 恶劣影响 是绝对不可接受的 完全不能接受 要立即排除 二级是较高 影响很严重 那我们在这儿是不可接受 要采取有效控制措施 到了三级事 影响一般 允许在一定条件发生 你别升就行了 你别升级就行了 到了四级这儿 非常低 可以忽略到 只要它 以保持现在水平就行 它造不成什么大的波澜 没什么影响 所以其实我们管控上 最严格就是前面的 对吧 你发生风险的概率越高 你肯定要越加强去控制它 好 概率风险等级 我们就定完了 定完之后 刚才给的是每个级别的接受程度 那么这个是从管控程序上入手的 我们首先对风险分级 是进行分级的管控 那你只要级别越高 它的管控就越高 对应是往上走的 一级重大 二级较大 重点管控 上一级管控的 下一级要同时管控 措施逐渐往下落就行了 那到了 已经识别的安全风险 要做好公告 这个也是我们现场 做安全管理制度的其中一个 就是风险告知制度 那你要在醒目的 现场这个位置 去设立安全风险公告牌 包括风险有什么 造成什么后果 怎么管控把这个信息要列全了 那以及设置明显的标志 这个咱们标志问题 不是现场中有立那个标牌吗 都是跟它是有点关系的 就是都是会产生风险的地方 然后我们做好明确的警示就行了 所以这个就是跟着上一个级别去走 你要把重点放到它怎么分级管理这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安全风险预防的措施 那有了风险存在 又定好极了 处理的要求也出来了 那我们现在怎么控制它 或者怎么预防它 这就是解决这个事的问题 那首先我们书上给了你安全风险预防措施中 先给它做了个措施的分类 这块这个表啊 这里的内容是容易出选择题的 我们说在安全风险控制措施中 下列哪个是管理层面措施 就让你挑啊 所以在这我们就找一些特点就行了 如果是应急措施的全都带应急或者抢险这样的字样 紧急情况的处理 到了技术措施这都是和生产挂钩的 技术点机械材料设备跟生产直接挂钩的 到管理措施上 全都是组织架构程序上的事 施工组织管理制度 对吧 所以这个其实我们不用背 你找它的特点就行了 这是不用记的啊 这纯是记一窍门 你给它一归这样就行了 好 我们再看 对企业层管控的风险和对项目层管控的风险 好 你想企业层项目层 谁跟咱们借最近 当然是项目层了 对吧 这离我们最近 你重点看它 项目部编制方案 明确管控措施 严格落实 那企业级呢 它就是管项目部的 项目部编了对应的方案了 你给我审 对吧 上级审批的 然后严格组织就行了 所以这就是各司其职 大官小官不一样 那到了项目部这 它具体落实 怎么落实的 做教育培训 班前讲话 交底等等方式 就总而言之 你要把这个风险 告知给所有作业人员 并且我们要把解决 规避的手段 也要明确交代下去 否则的话 你交底不彻底 还是会出问题的 这块没有什么考点 因为它后面交底 内容是重复的 我们后面交底 需要大家去记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 下一个考点 去做保证计划的编制 还有安全管理的要点 那我们首先 就来到这个保证计划了 你看一看到计划 大家一下就能反应 管他考你什么呀 就是考你编审的问题 对吧 其实我们书本上 好几个管理工作 都是这样的 一出计划 就是考你编审 编审的话 在安全保证计划 我问你谁主持编制的 它和质保计划一样呀 项目负责人 去主持编制 对吧 它是主持编制 它是领导 要分配任务 谁干这个活 具体的编制 项目部组织编制 上级审批 具体是谁呀 跟安全生产相关的 管理人员去做的 对吧 跟安全生产相关的管理人员 这样就行了 然后 作用是去做相应的 生产保证 安全生产保证 就是我们把这个计划 报上去 我就能够保证安全生产 维持一个正常的 现场的一个状态 好 这个咱们直接过掉就行了 然后我们再往下面 进到过程控制 和持续改进 就是你这个一定是 执行动态的 跟我们前面所说的 所有管理工作一样 PDCA 先有保证计划 在执行 在过程中检查 在反馈 一样的模式 那其中在过程控制中 我们强调一些 关键的岗位人员 要加强监督 包括大领导 项目副的人 跟安全生产 直接相关的 技术副的人 以及直接在现场 做细节管控的 专职安全员 好 这都是跟安全 直接贴着边的 所以需要他们去做 监督 在过程中做控制 那查出的隐患 这五定 直接背下来 直接背下来就行 这就是可能会考 列举的问题 定责任人 定措施 定完成时间 定整改完成人 和验收人 五定制度 对发现的隐患 要执行五定制度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 看一下评估的问题 那评估这个点的话 不是什么考察重点 我们只做了解就行了 就是你发生什么情况 要对他的计划做评估 在这暂停读两遍就可以 这充其量撑死的 就是考你一个选择 下列哪些情况 我们要做评估 那肯定是出现一些异常情况了 所以这边都是一些变化 都是可能会影响安全的一些变化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比较关键的安全生产管理要点 这个是一定要重视其他的 一定要重视其他的 考试频率就很高了 那这个就是过程上的控制 那你前面一般规定里面 这些概念 他怎么去做的什么 安全地域预防为主呀 综合治理呀 安全生产是必须同步进行的 也就是低则人都一样 然后到了证书这里面 企业要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 还要取得施工许可证 好 那总包这两个证是发包去审的 分包这个证是总包去审的 所以这可能会有一个证书审核的问题 你要有什么证 施工许可证 安全生产许可证 这两个都要有 好 这是我们在一般规定上的要求 第一个读两遍 第二个记下来 那紧跟着我们在安全生产管理体系这 建立管理体系又是组织架构上的问题 所以这块内容考试的概率 比后续的管理内容要弱很多 要低很多了 那我们说建立组织架构 配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他提到了组织架构中 经常讨论到的一个安全生产领导小组 那我们需要注意一下 这个组员都有谁 组长是谁 把这个架构给搭出来 组长就是由这个谁呀 项目夫的人去做组长 对吧 然后组员都有谁呀 实行总承包的话 由总包企业 专业承包企业 劳务分包企业 各自的项目经理 基督夫的人 专制安全员去组成 就是跟施工相关的几方 他们各自的大领导 小领导 细节管安全的 组成这个整体的安全生产领导小组 组长是项目夫的人 他管生产管安全也是第一次的人 对吧 他是属于任务最重的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有领导小组 还有其中我们经常提到的专制安全员 这两个他各自职责 大家需要做了解 在安全生产领导小组这 他是属于管控层面 我们考的比较少 所以这一页你暂停读上 一到两遍就可以了 熟悉领导小组要做什么 而到了专制安全员这里面 他的岗位责任需要重点去看 落实到人了 落实到管控细节上了 这个你要重点看了 那我们说他要负责 施工现场安全生产的日常检查工作 只要提到每日巡检 谁去组织的 谁去做的 专制安全员 然后现场监督微大工程的实施情况 这个不是和第五节怪到一起了吗 专制安全员 他也是能够去监督的 但是因为他权限低 所以你查出有问题 没有严格之前怎么办 打小报告去 去报告给工程项目的这个项目部的人 然后我们再由他去组织就行了 好再来 对违章违规作业予以纠正和查处 所以他在现场就是看 你哪块干的不对 出问题了 有危险 赶快制止你 比如说你在起掉的时候 没有捆扎好就只会起掉 不行 赶快制止 检查捆扎是没问题的 再起掉检查 再往上走 好 现场存在的安全隐患 做责令 立即整改 比如说我们发现 临边防护栏杆高度不够 责令整改 好 发现了重大隐患 有权向相应的管理机构报告 就是打小报告去 打小报告去 因为你自己可能 职责权限到不了的话 管顾不了 那我们要有责任的往上报 那依法去报告事故的情况 这个也是要往上级去做汇报的 好 那我们需要把专职安全员都干了什么 有什么责任 尽量都去记一记 然后我们再进到安全员的配置数量 这是可以直接考题目的 大概率出选择题 那因为我们不是做市政工程吗 所以建筑装修这个 你就过一遍就行了 咱们又不考这个工程 然后主要是我们在市政工程中 涉及到了这一些 按合同额去算 五千万以下一个 五千万以上没到一个亿 两个 超过一个亿 至少三个 人越多越按专业分 就比如说我们是三个人的话 那你应该有专门做现场的 这个安全监督管理的 整理资料的 做培训 就是分开作业去了 那如果只有一个人呢 全能 啥活都得干 然后到了分包企业这 分包单位 他要有自己的专制安全 生产管理员 那总包 至少要有 驻扎在分包现场的 一名管理员在 所以这个专业分包单位 至少有一人 总包不能以包代管 如果你把它分出去了 你也要监督 然后到了劳务者里面 我们就看人数了 这个也是倍数字的 50以下 一名专制安全员 50到200两个 超过200三个 并且不少于工程施工人数的千分之五 好 这样咱们就把这个配的数量就记下来就行了 这块是可以靠选择题的地方 然后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 总分包之间他们各自的责任 这个一般都是混合到一起来出题的 就是你总包方要做什么 分包方有什么责任义务 这个建议大家以一个比较生动的角度去理解它 就是没有那么枯燥了 我们说总包对分包 你是把自己的一部分可以分包的工程分出去了 对吧 那我们比如说举个例子啊 这个总承包人我们理解为是一个公司的大老板 是老大 然后我有一个小项目 我要交给这个小弟啊 就是我有一个小的分公司经理 我要交给他去做了 老大给到小的 我把这个项目分出去了 那你现在想一想 我作为这公司的老大 他接了我一个项目 我是不是得给他做一些基础的准备 对不对 那他如果出了问题 我要协助他去做处理的啊 那像这样的我们给他挂上去就行了 审查他的资质 我得看看你够不够格接这个活 你要是干不了的话就给别人了 对吧 然后呢 分包合同中明确责任和义务 咱俩先说好了 这个活我给你了 你能不能干好 你能干好你给我打个保票 对吧 然后提出安全要求做检查 我定期不定期的 我去看看你干的对不对 对吧 你要做一个检查监督的工作 然后如果是冒险蛮干的啊 他接了我的活 结果他起飞了 他不听我的 那这个时候我就收回来 我不要你干了啊 然后统计分包上网事故去协助处理 就如果他真的干的偏了 完了出事了 你不得给他擦屁股收拾烂摊子 对吧 那谁让你选错人呢 那或者他出问题 你监督也不到位 对不对 你也有责任 所以你也需要去负责协助他来处理这个问题 好 这就是我们上面的对下面的责任 那反过来 刚才那个小经理 他接了老大的一个活 你是不是接给你的活 鱼有熔烟 一个大的任务过来了 你得好好干 对吧 好好表现 所以你应该把我们约定的工作内容 给他干好 并且我要干得漂亮 对施工县上的安全工作去负责 去履行相当安全责任 然后要服从管理制度 老大时不时过来看我一眼 看看我有没有摸鱼 那我得表现好点 对吧 他来了你要配合他 你检查什么 你就交什么资料 对吧 然后服从总承包的管理制度 他告诉我 你这里面什么什么不让你干 什么什么你可以干 你就听话就行了 及时去报告 如果真的干跑偏了 干得出事了 那你不得找这个大经理 你说老大 我这个干了有点问题 让你给我处理一下 是吧 你只及时把自己放报上去 如果你瞒报的话 他没法协助你整体处理 各自还要负责任 不要拖老大下水 所以这个大家注意一下 就是大的和小的之间 这个责任的问题 大的管小的 小的听大的 这个逻辑我们弄清楚就行了 这个是你从理解角度 就可以记住的 然后我们紧跟着 去进到安全事审的责任制 那这个责任制 应该还这么多东西 就说白了 是在这个领导架构 领导组织班子里面 然后我们每个人 他各司其实都在干什么 那我们就挑考试频率比较高的几个人 重点去背 项目经理 第一责任人 对吧 技术负责任 高频出现的管理人员 专职安全员 扛锅的 所以这个你重点看一下 那以及底下这些 钉分包 好 这几个是经常出现的 你至少要把他们给谁负责 对什么东西负责 捋清楚 项目经理是第一责任人 是全面负责 到技术负责任是对安全生产负技术责任 你既然是技术责任 你就负技术责任 到专专团员这 你是全程监督呀 所以他的职责范围给的内容描述是最多的 到了分包这里面 你就盯着自己分包这些就行了 好 把这个相应的职责 剩下的多读两遍 重点记这几个 好 岗位职责就知道了 然后我们是不是一定要做工钱的培训和交底呀 在培训这一部分 那咱们可能会考到一些时长或者是培训人员的问题 首先我们说 对谁一定要考试合格才能去认职 这是我们是有要求的 企业主要负责的人 相负的人和专占聚员 这些都是一定要经过培训合格才能去认职 他跟安全生产是能够直接挂上钩的 而在不同的安全培训对象这给的时长要求不一样 这里面大家可以去找特点去记他 你不用死精为那么多数 我们说法定代表人项目经理 这个是相对来说三十个小时比较长了 到专占职直接升到四十 为什么 你这个安全责任是最广的 对吧 你全程跟着 所以他是跟安全生产贴的最紧密的一个人 对他的培训时间最长了 然后就是你的岗位职责越高 你的时长越长 你岗位职责上面大的领导呀 对吧 他肯定长 而到了我们技术相关人员这 直接和生产挂钩 所以他也是长 好 这个项目经理是三十个小时 以及我们技术负责任特殊工种 这不是要求高吗 二十 到了其他职业这里面是十五 其他职工是十五 那到了这个什么代岗转岗的 他换环境了 这个咱们是至少一次做二十 重新上岗之前至少一次做二十个小时 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还会提到新工人进场 他不是代岗转岗 这是你给他换个活了 新工人是我刚招进来的 这样的他要做三级培训 就是公司级项目级和班组级 公司级是十五个 项目级十五个 班组最长 因为这个直接就要生产了 这个是二十 单位都是小时 把三级教育培训记清楚 各自时间履一遍 这个表里面 谁跟安全身上贴的最紧 谁最长 专举安全眼 谁岗位职责高 大 谁就长 谁影响施工 谁排后续的 这样去找逻辑就行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 其他去做安全培训教育的这个要求 在什么时候做 就这个安全教育培训 肯定我们大方向是工钱嘛 但是他有一些特殊情况 是可以跟着出现的这个频次 或者出现的时间做调整的 如果是班前安全 那你就生产之前 由班组长在开工前去做交底 交底完要签字 这就是我们交底中的三级交底 最后一级 最重要 季节性 那当然是季节性施工之前了 有这个影响因素之前 对吧 这边我们是现场负责人 两个小时 就行了 到了节假日 是节假日之前 因为我们会留职班人员 所以他会有这个问题 到了特殊情况这 特殊情况的话 你就找的特殊情况 是哪一种情况 对吧 那我们发生这个特殊情况 那咱们再来执行 项夫的人去组织的就行了 组织的培训 那比如说 出现重大安全救援措施 私心 重大伤亡 环境改变 这都比较重要 容易出事 那我们就找大领导 好 以及我们还有要求持人上岗的 那你就记住 哪些岗位一定要持人上岗 肯定特殊工种 相应的技术人员 是必须要持证的 那另外还有项目经理 专职安全员 特种设备不就是刚才说的 操作人员吗 这三个是必须持上岗的 前面有一个 必须经过培训 才能任职 这个是必须持证 才能上岗工作 好 那我们在培训这块 咱们就梳理到这 第五个标题是做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这个我们书上虽然每一个制度都给你做了描述 但是它整体考的概率很低了 纯概念 所以你在这就把我标栏的几个重点去看一看就行了 那建议大家把此处教材内容去通读 然后再挑着名字重点看 安全生产费用的提取和使用 专款专用 到了检查制度这 一定要跟着检查品质的要求去落实 到事故隐患排查治理这 和安全事故报告制度这 这个跟法规管理是一样的 到了上面这个隐患排查 那一定要及时把隐患得到处置 否则会容易酿成事故 好 把这几个重点看一下就行了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第六个内容 就是关于安全技术管理措施 这一部分又开始出现交底了 但是它是盯着安全技术交底来做的 我们前面在质量中学的是技术交底 这个交底我们整理完之后 给大家对比一个表格 你就背那个表格就够了 那首先我们说 对于这几类管理人员 项目负责人生产的技术的专专学员 他要对于我们这些相应的措施和方案 去执行交底监督检查的工作 你说这句话就是跟安全生产直接相关的各种领导 或者责任人需要来落实管控的过程 所以这个内容其实你不用去背他 我们只是强调他们是有责任去管的 而到了几个阶段的交底 他就跟你说了好几种情况了 我们说项目施工复的人在分派任务的时候 分派任务就是开始分活了 这个时候相关管理施工作业人员去做书面交底 好就是他在分派任务的时候 由他对这些人去做交底 这是第一种情况 在分派任务 这个还没有到施工 这是大方向的划分 对吧 没有到具体的细节 好我们再来 这个交底啊 我们前面说的是你做分派任务 那这个交底都交了啥啊 有啥特点 首先我们是按照工序部位分部分向去做的交底 结合具体的特点和规程要求去做交底 那它是法定程序必须在施工前进行 而且留签字归档资料 在安全纪委交底中三方 交底人被交底人加专制安全员 好这个是属于通用要求 那到底在交什么啊 这个交底的内容大家需要做了解 那按照分部分向工程去交 那作业相对比较固定的 我们没有直接关系的单独去交 对各种管理人员 还有以施工方案为主要内容 我们去交底 好 它这边没有说到底交了什么细节 我们后面在内容中给你做延伸了 就它要交什么呀 你得保证我们现在的方案和方法 措施是能够维持质量 又规避安全事故 如果出现安全事故 又能得到有效的控制 就是这种是我们交底的内容 而且还要告知罪人员 风险在哪 会出现什么问题 怎么规避 好 这是我们交底的细节的东西 那到了第二种情况 刚才是分派任务 现在是以施工方案为一 去做交底 所以这是常规情况 在实施前 由编制人员或者相夫的人 去向管理人员和罪人员交底 这个咱们书上写的不太好 因为咱们交底是分几座的 它这个就是笼统的 跟你硬合到一起了 硬合到一起了 那实际上我们在最开始 去做第一级交底的时候 都是相夫的人去交的 交或者是总工 交给这个分管的负责人 对吧 然后再由他交给各个细节的 比如说班组长或者技术员 然后再去交给所有个人 他是整个全合到一起了 所以你在记的时候 没办法 咱们就按照实际教材走就行了 他如果出这个考点的话 他就这么考 你就这么背就行 那到了分薄这一部分 分薄这一部分是根据工作用的重点不同 去做交底的 它是分薄交底 然后我们把交底都整体梳理完之后 咱们就把技术和安全给你对比一下 一个大表 好 机会交底和安全机会交底 上面是机会交底的 书上就提了两种情况 一个是分项实用之前 一个是以错失或者变更为依据的交底 交底内容给你列到这了 然后我们再来 交底人在分项工序实用之前 是实用管理人员 他是分级好几个合到一起了 对作业人员去交底 那如果是以变更或者错失的 在他执行之前 应该是项目救负的人去交的 对执行人员去交底 统一都是工钱 统一都是书面形式 在技术交底这儿是双方签字 在安全机会交底这儿是三方签字 安全机会交底给了分派任务的时候 和以施工方案为依据的 分派任务的时候 是施工负责人去交的 以施工方案为依据的 是编制人员或项目负责人去交的 各自的交底人 以区分开就行 所以我们说交底五要素 是哪五要素 第一个我们要记交底人 第二个要记被交底人 第三个是工钱 第四个书面形式 第五个是签字归档 考的时候 大概率考你交底人 常识性的时间和形式 容易混到体理挑错 比如说我们用口头形式 印发方案分发 这样的东西也不行 然后在签字这里面 大家其实很好记 就是记住交底两个 安全机会交底三个 这就背下了 这些记着个表 跟交底相关的刷五要素去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安全管理措施 这个就是还是因素控制 咱们前面不是拆过一次吗 就不再重复了 设备管理这一部分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考点 就是机械设备进场验收的流程 只在这提了 那在进场验收的时候 按照型号去做 中小型施工项目自己验 施工员会同专业机务人员 和实用人员去验收 大型成套 自己验 你就不行了 你首先自检 再报企业级组织 相关部门验收 如果是塔市 门市 启重机 吊栏 提升架等重点设备 你自己项目和企业级 都不行了 这个应该是组织 第三方有资质单位去验 所以层层递增 层层递增 小的自己去验收 大的报单位 如果再大的重点设备 你找第三方 这个需要重点去计 没有进行进场验收 这个机械是没法会用的 然后我们紧跟着 要求依据现场条件 设置管理机构 配置设备管理人员 大型的比较重要 都是要执行上岗的 然后设备出的三位 是驻派管理人员和维修人员 跟着机械走 对于施工设备出现的事故 我们要维持三定制度 定人 定机 定岗位责任 好 这是机械的三定制度 这块重点关注验收的问题 然后我们再往下面看 进到第九个安全标志 标志这个咱们不再逐客去说它 因为我们会发现 你读一下就知道了 跟前面现场管理是一个套路的 哪个地方有风险 你就在哪个地方放的 对吧 所以这块暂停做通读 到第十个安全检查这 因为下一个考点 就是在说检查 所以后面内容会把它细化 我们在这说安全检查 是由项夫人去组织的 但是不同情况检查 它分管人不一样 它考你那个细节 谁组织 他组织 老大组织 细节我们看下一个考点 就行了 然后我们再来进到第十一个应急救援 这个点比我们之前的旧版教材 今年做了一个新增 但是新增的东西 不是特别大的影响考试的点 我们还是把握基础原则就行了 那应急的话指的是什么呀 就是这个工作 我虽然过程中做控制 但是没控制住 它还是出事了 还是出事的话 我们马上就要做一个应急响应 一旦出现事故 我第一时间就要反应过来 进行防止扩大 对吧 给它控制住了 就只要有问题 我能快速响应去处理 这叫做应急 你要是想有快速响应处理的这个能力的话 你提前肯定是要做演练的 而你现场要有能处理的人 能够进行处理的物 能够处理的机械 对吧 人才机你要齐备 所以这是它的条件 首先我们说制定应急救援预案 这是一个大前提 你没有方案你怎么响应 然后这个是实行工人总承包的 由总承包单位组织编制 来进行应急运案的处理就行了 然后我们可以把应急运案分成三个级别 综合的专项的和现场处置 那所谓的现场处置 是针对不同事故类型做应急 避免扩大 赶快给它控制住 到专项的是针对某一种 或者多种类型的事故 去制定了专项工作方案 到了综合者是各种 所以这个只是现场的应急措施 这是一种或者多种情况 而这个是所有的 所以综合最大 那我们不是说编了这个应急方案之后 要定期演练吗 这个演练在后面指示点 它描述了一段话 但是我们其实总结到一起就行了 就是咱们在市政的教材中 要求综合专项是每年演练一次 到应急这儿是每半年一次 这里跟公共科目有冲突 但是考市政的时候 它教材这么写的 你按照市政教材去背 考其他公共科目 按照公共科目去背就行了 不用管这些矛盾点 因为我们答案是从书上去的 好 然后我们再看 编制前进行事故风险评估和资源的调查 这个资源调查干什么呀 我们说要有储备人 你经过训练 经过演练可以 那材料 物资 还有机械设备 可能我现场就不够 那你需要去调查一下 你能背多少 我如果背不了这么多 出现这个事你怎么办 你可以和旁边工地借用 可以和同单位其他项目做借用 或者别的一些途径 所以一定要先做调查 要有完备的储存才能快速响应 好 然后在应职院的编制这 编制工作小组 由谁构成 本项目技术负责人做组长 以及有关职能部门 职能部门 还有相应的岗位人员 好 这是编制小组 谁是老大 项目技术负责人是老大 那然后我们有一个分级属地的管理原则 就是这个是应该向应职管理部门 和有关部门去做告知性的备案 就是你看啊 你这个部门在这个地方 是归谁管 那你就跟谁备案就行了 好 这是应急的问题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进到安全检查 这个就是把刚才安全管理程序中的 其中一个检查 我们拿出来放大去说了 刚才那个是笼统的 谁组织的 项目复的人组织的 对吧 然后我们这边看细节 你安全检查主要在减什么呀 这个咱们就是看你的安全生产 是不是正常进行的 从计划开始到执行过程 整体的情况 现场的情况都要看 所以暂停通读即可 这考的概率会低一点 然后我们再进到安全检查的形式 就这个形式 什么级别 谁组织的 减了什么 这个我们分开去背就行了 第一个是定期的 定期这个 由项目处人去组织 项目处人去组织 那组织专制安全员 或者是相关管理人员 去做就行了 如果是做了分包的 总包组织分包 那定期怎么定呀 多长时间一个周期呀 每周 每周 那这个每周 我们是针对他们两个去做的检查 另外 每个月还要做一次定量 所以每周是项目处人组织 和总包组织分包的频次 每月做定量 跟它是平行的 不相干的 到日常性设定面 那不就每日巡检吗 谁呀 专专专专业呀 对吧 这专专专业 每日巡检 这个最简单 专项的就是特定的情况了 出现这个事了 应该由项目专业人员开展 专业性较强的 由项目处人去组织 这个我们是每个月 每个月一个频次 季节性 就是发生这个季节性 比如说冬期雨期来了之前 我们由相簿组织就行了 好 注意 什么形式 谁组织的 哪个频率 哪种频率做的 这个是可以考选择对应的问题 然后我们再进到安全检查的 它的标准 还有方法 那在这个安全检查里面 我们给了几种不同的方法 那包括常规 专专专专的每日巡检 或者检查表 或者仪器都可以 那你在做评价的时候 这个咱们重点就是记一下 做评价的保证项目是什么 那包括安全身上责任制 事工组织设计或者专项方案 交底检查教育救援 一般性的读一下就行了 这是我们做安全检查评价的一个基本项目 那这个我们整体考的概率不是特别高 不是特别高 就多读两遍熟悉一下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整个安全管理的东西梳理完了 咱们来做一下题目练习 首先 什么是属于项目经理的主要职责 这是最大的领导 对吧 最大领导 那有分管范围内的安全生产管理活动负责 它不是分管范围 它是啥都管 对吧 所以这个是不是的 提供安全机会保障 控制实行相辅性 安全管理检查处理的规口 对本项目安全生产负总责 那肯定是总责 一看大的 你大领导不找大的吗 对吧 第一责任人 这要题选 第一选项 然后我们再来下一个 人的问题 施政工程是八千万 我们说超过五千万 不足一个亿 两个人 这要题选B就行了 以五千万为一个单位 好 再来下一个 安全机会交底的内容不包括什么 就是你交底不交啥 施工部位 环境 检测器具 配置安全防护 潜在应急 你这两个肯定先排除 它必须是要交底的 那这两个你判断一下 检测器具 对吧 这跟你做安全生产 关系不是特别大 上面这个还是有很大影响 所以这要题我们选B选项 你看 哪怕书上没有明确说 你是能推断出来的 好 然后我们再给大家去补一个 就是在这个管理 还有法规里面 咱们不是都有定级的问题吗 这定级的话 其实跟我们前面做风险评价 那其中的损失等级判定是一样的 那给出了一般的事故 较大 重大 特别重大的 那这个就是我们刚才看经济损失 死亡重伤人数 伤亡人数 那给你简记几个数字 在死亡人数这儿就是 三一三 三一三 然后重伤这是一五一 就往上跳这个数字 到了经济损失就是一百到一千万 然后是五千万 然后是一个亿 这样往上跳就行了 所以这个是属于在公共科目里面做的定级 我们现在出的考题也有可能会借用公共科目一些普世性的知识点 都是基础知识点 不会延伸考特别难的 大多数都是一些常识的判断问题 所以咱们回顾一下这个内容 好 然后我们再进到安全事故的预防 这个点同样也是和前面技术部分一起都插到了施工技术里面去了 所以这三个 明挖机坑桥梁隧道非开挖的都已经归入到了 第三章第二章 还有第三章和第五章都已经串完了 所以这个我们就不再耽误时间了 好